主站在门外叩门 怎么叩门呢 主叩门以什么方式呢 我们今天来就是把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带给你们 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 让我们看看 全能神说 我们既要寻找神的教宗 那就得寻找神的心意 寻找神的说话 寻找神的发声 因为哪里有神的心说话 哪里就有神的声音 贾牧师 咱们是不是也应该留心听主的声音啊 万一东方闪电真是主的显现作工 咱们拒绝不听 那不就错过机会了吗 我们等候主来 就得持守住声音 用不着听主的声音 杨子妹 东方闪电的人如果再来叩门 你们可千万不能再给你们开门了 牧师长老 不让我们接待你们 你们还是走吧 咱们信主能不能进天国 关键就取决于咱们能不能接受主的末世做工 我觉得 东方闪电的道 有真理 咱们应该寻求靠茶 不能再受牧师长老的下证 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非要听我们是长老的呢 我看还是多听神的话重要啊 听神的声音得用心用灵来感觉 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神的话是真理 有权柄有能力 有心有灵的人绝对能感觉得到 全能神说 神此次道成肉身的做工 主要以刑罚审判为主 来发表他的性情 在此基础上 带给人更多的真理 只给人更多的实行 以此达到他征服人 拯救人 脱去败坏性情的目的 这是神在国度时代 所做工作的内幕 阿们 神的做工太真实 太实际了 说得实 凡是能听见神声音的人 就迎接到了主的再来 被提到神宝座前 附上了高阳的婚眼 这些人啊 都是聪明童女 都是最有福的人啊 现在我才看见 神就是这样一直拆派人 向所有可慕神显现的人叩门 传扬见证全能神的话语 终于叩开了我的心门 是我听见了主的声音 迎接到了主啊 感谢全能神的拯救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